为什么就是那个小猴 第一次亲杨姐的时候要躲开 你在害羞什么 是会害羞啊 这个都拍进去了吗 拍出来 是啊 拍出来的时候 我不光拍进去了 还反复看呢 八个机位看 我们看了一百次 就是太害羞了 那个时候 就是从来就没有这么刺激过 太害羞了 你知道吗 你们是六季以来的 第一队接吻的 对 没有接吻 亲吻 亲吻 所以要用此严谨一点 我一般是不会听的 但是你的话我听 好的 亲吻 你们现在怎么样 是在一个城市吗 对 我们都在北京 然后我们也基本上是天天见面吧 天天见面 猴哥 猴哥你跟那个杨姐聊着聊着天儿 就是你们经常说 说着说着话的时候 你就会看天 然后甜蜜的 在憋 你在憋什么呢 就是在等待杨姐给我的奖励 她给你的奖励是 我也相信小猴哥之前 答应过我的 每天一定说到说到的男人 那必须的 我可是一个说到说到的男人 既然你什么相信我 就讲你一个亲亲吧 前段时间我也带小杨 就是回到我自宫老家了 见父母了 真的 对 见了爷爷奶奶 然后他双胞胎的爸爸 我们还要欢迎一组对不对 阿达 珍珍 金昭CP 对 我们是金昭CP 我是金昭CP的曾昭浩 三公主 公主 然后我是金昭CP的张金 好运 好运 好运姐姐 我可以关心一个问题吗 我想关心一下阿比和那个 果妞 果妞她们见面了吗 见面频繁吗 暂时还没 因为曾老师因为工作人员 她去上海了 但是可能后期 会有机会让她们俩见面 我可能后期因为我们不是跳舞吗 然后可能会往上海也发展一下 这有可能你也去上海的城市 对 因为本身是在 去上海这件事 确实是在我的一个规划中 然后正巧她要去上海 这不抢了吗 对 对 这 我现在目前是因为工作原因在上海了 对 然后我们也在筹划 也在规划说怎么样 能够把她的工作的一部分 也放到上海来 这样 这样我觉得可能会更稳定一些 我们两个人会 真正很可靠的 大琪也很好 好吧 这个没有针对谁 这又会 你这又Q的太猛了 没有针对谁 那个大琪最近忙啥呢 在里边帮我跟你说了 其实我也能在上海 该不该问 开玩笑 大琪太可爱了 但是你为什么最后一天了 还是要决定离开呢 当时那个状态 它有一点点 我跟曾哥那种状态 就让他有点很难受 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了 但当我看到他们两个人的 就是这种适配度 包括看到曾哥为他拍照 把我两个人在一起 他的那种开心的时候 我觉得不想再让他那么难受 其实第二就是 我自己也不想再 内耗 对对对 我觉得在最后一天 应该是一个很圆满的事情 如果我那个时候 再去做告白的话 就会让他还是处于 一个那种状态 如果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你会不会想要做 不一样的选择 我不会走 我还是会给他打那个电话 但我不是告白 我会祝福他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 真的 阿善 我想站起来谢谢大吉 但我没好意思插嘴 我真是觉得我们这一季的嘉宾们都好大方 对 感觉大家感情是真的很好 是不是到这边了 到这边 这边就过分甜蜜了 我是《六龙一》的王凯主要 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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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范依蓝 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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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北极兔CT 北极兔CT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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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起立一下 起立一下 好 好 好 那个 威 威廉 我 我也有一个哥 我就是看你有我才戴着呢 你还戴着呢 你们是天天戴吗 还是今天录节目今天戴 洗澡的时候摘下来 他弄脏了 就是我们俩就是 威徒赛跑 然后还在努力地磨合 就是我们俩上班都挺忙的 就相比于其他人 然后我们俩见面的评刺就 没有那么高 然后刚出小屋的时候 其实也有稍微退缩一下 但是后面就是回到一个正轨上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一可能对感情 它就是想得比较长远吧 然后我觉得 我也会好好就是表现吧 真可爱 其实我觉得爱情的开始 是谨慎的 对 但是我觉得既然要决定开始了 就不要去考虑 他可能会走多久 就在当下 就是好好的走下去就好了 可以让自己再放松一点 对 我们俩可能就是面对压力 就是有个具体的时间点的时候 就会两个人就会有点恐慌 那种 对 我觉得也可以有更长的时间 然后在一个我们喜欢的速度里 去了解彼此 大家好 我是侯思义 侯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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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夸张 对 大家好 我是孙靖娟 小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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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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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侯儿姐 好 好 对 对 好 对 好 因为我很想 因为刚看完上一期 我想问小孙儿那会儿 为什么表白的时候一直闭眼 好久了 都会好久了 所有人 我真的过过好久了 所有人都是 都是这样 只有小孙儿 就会 为什么 有点紧张 对 然后就是 因为脑袋里很空 然后就闭着眼 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在哭吗 那时候 对 而且我很快就发现 你在哭 就有一点 就是在那个边缘 然后我想把话说完 然后就 就一直在控制自己 所以就 你一定要多说点话 我们特别喜欢听你讲话 没错 主要是他 主要是你 子忆他非常地吃你的每一套 小孙儿 你要不要跟子忆说几句话 来 我要把它录下来 不知道我现在就在那 不要 小猴 最爱的是你 你相信我 支持 很喜欢你的那个 小孙儿的浪漫文学 那个什么世界 那个 我们一起打败世界 或者被世界打败 或是要世界打败我们 对 背起来了 对 他疯狂地在戳猴姐的手 对 我也看到这个小细节刚刚 你那时候是真的 就是跑去找猴姐吗 你是真的跑吗 还是只是 是 就是 是在真的跑 因为 因为这个换头技术 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强 所以是我在跑 你看他就是讲话很搞笑 对不对 是 但是我想要问一下小孙 就是你时不时地到601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请问你自己在看节目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自己去得太平凡 就他搬到602之后 就没有那么平凡 很极致啊 很聪明的回答 好 就是很常去 你是哪来的勇气 因为一般人可能会有很多的顾虑 但是你就是仿佛那就是 你女友家的感觉 然后你就是一直去一直去